大家好,我们科展的题目是 甘薯生长期与淹水逆境对于甘薯耐受性的探讨 那么我们会想要研究这个题目的动机是因为 我们发现在台风过后菜价帮忙都会有波动 但甘薯业的菜价波动似乎比较不明显 因此我们就去查询了淹水逆境对于甘薯影响的相关文献 那我们在查询文献的过程当中发现 台农57号、71号还有73号的研究比较少 那我们就决定挑选这三个品种作为研究的对象 那我们也在查询文献的过程当中发现 甘薯的快根要在生长的120天之后才会发育 那么叶片则是30天之后就可以采收 而且之后的每15天都可以采集一次 因此我们最终测量不同生长期的叶片的抗化能力 是不是会有所差异 以及淹水逆境对于甘薯耐受性以及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甘薯叶片的抗氧化能力会受到 淹水逆境、生长期以及品种的影响 那么在进一步探讨之后我们发现 第一,淹水逆境对于甘薯快根的钢污率 电粉含量以及含糖量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而我们认为甘薯在经过淹水之后 可能拥有很好的自主修补能力 第二,我们也发现 淹水逆境对于甘薯叶片拥有显著性的影响 但是对于快根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另外我们也发现 淹农57号以及73号在经过淹水后的 抗氧化能力变化趋势与淹农71号不同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淹农71号是经过业用改良的品种的原因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 谢谢 字幕 李宗盛